2022台湾银行艺术季摄影季 去年透过针剑从千件参赛作品 选出了22位摄影得奖者 去年11月开始展开全台各地巡回展览 节起是巡回到花莲市的松原别馆 以美丽台湾永续地球为主题 期盼可以透过摄影作品传达台湾风景的宏伟 传统记忆内涵展期是到4月26号 欢迎民众可以把握廉价期间前往欣赏 以美丽台湾永续地球为主题 秉持美学与永续为信念 2022台湾银行艺术季摄影季 去年透过针剑从千件参赛作品 选出了22位摄影得奖者 自去年11月由台南生活美学馆 展开全台各地巡回展览 3月29日起巡回来到花莲市松原别馆 带来22件拍摄台湾宏伟风景 传统记忆内涵的得奖作品 松原别馆这一季的展览是台湾银行的艺术季 那艺术季他们是由他们的董事长吕董来创办的 大概已经有时间有五六年了 每一年就是会有一个摄影的部分 跟绘画的部分来做比赛 让年轻的艺术家能够来做参赛 那今年这一次的主题是 美丽台湾永续地球 大家就是把台湾之美能够呈现出来 所以他们是有做比赛的 那这次的展览就是比赛的得奖者或是优胜者的这些作品 来呈现出来在松原别馆 那我们的展期大概就是现在开始到4月26日截时 所以希望说大家民众有兴趣的可以到松原来走走看看 以自然题材的展现 作品不同以往 不仅创新更有新意 摄影记金奖得主与影像记录心中的宜兰 作品宜兰之美龟山昭日 呈现龟山岛最美的样貌 传递环保爱地球的重要 这一期展出至4月26日 接下来将前往台中巡回 喜欢摄影的民众 不妨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欣赏 接着讲帮院华林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